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在俄罗斯军队从俄乌边境一带撤出之后 中国的南海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最新的信息显示 美军部署了死亡骑士到南海 死亡骑士的正式名称叫IC-130G 它号称是死亡骑士 又称是空中炮艇 大家知道130运输机是美军的主力运输机 就是美军的航空军 不,美国的空降军主要的运输设备就是C-130 它号称是大力神,力大无穷 然后呢,这个C-130被改装以后呢 就变成了,就是相当于一个弹药库 然后呢,它是一款目前全球威力最大的强击机 就是负责摧毁地面的攻势 当然,这种飞机的作战呢 是需要在确保制空权的状态下进行 我们知道,这个像F-15,F-16,F-35,F-22 都能够携带弹药进行攻击 但是呢,它们主要都是属于格斗型的 就是说呢,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空战对付对方的敌机 所以这就要求呢,它机身很小,很灵活,机动性强,隐蔽性强 然后呢,它不能够携带太多的弹药 所以说呢,对其他的地方进行攻击 比如说对地面,像以色列空军呢 经常用它对地面进行攻击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这么说,10辆这个F-16 或者其他的类似的这个F-35 也比不上一架这个130 因为130呢,C130呢 都可以把坦克运往前线 它的机舱很大 所以说呢,由它改装的这个火炮呢 简直就相当于一张一个空中的这个自动火炮 它装备了一具105毫米的主炮 105毫米是相当宽的,相当厉害的 火力之强呢,可以这么说举世无双 世界上找不到这么强大的空中战机 而且它每架这个,这种死亡骑士的价值呢 是从1.1亿到1.9亿美元 也就将近2亿美元 加上装备应该是2亿多美元 这就意味着美军呢 随时可能对南海进行摧毁 南海诸岛就是中共建立的那些军事堡垒进行摧毁 所以网友说呢,这是拆迁利器 因为基本上一能攻击就可以摧毁一个岛屿 一次出动就可以摧毁中共精心建立 构筑了多年的一个海上堡垒 所以说呢,这对中共在南海的军,就是说呢 那些岛屿那些部署呢,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因为如果这个美国跟中国爆发战争的话 毫无疑问,那些南海的中共的军事堡垒将要首先被拆除 因为否则的话呢,它就成了暗礁,成了危险的地方 因为中共呢,有可能把那些地方转化成一种作战基地 比如说潜艇埋伏在附近可以得到补给 还有它的军舰,还有它的这个 而且南海呢,有一些岛呢 已经修建了机场可供它的这个战斗机中途停落 这个就是起飞或者升降 这样一来呢,就对这个国际联军在中国的作战行动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危险 所以说呢,必须拆除中共在南海的这些军事部署 现在看来呢,美军呢,已经做好了跟中国开战的种种准备 因为这种死亡歧视呢,这个数量很有限 不到最危险的,最紧迫的时候 美军一般不愿意将它开到前线去 因为它太昂贵了,太稀罕了 另外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来自网络 现在呢,这个网络上盛传了一段舞蹈 是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这个舞蹈团 就是学生组成的,在这个校庆上的表演 我们知道,这个昨天呢,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 清华大学最早呢,是由美国创办的 美国提供了这个资金来自于根治赔款 当然很多中国人会说,啊,根治赔款是列强欺负中国人勒索的 其实不然 根治赔款呢,是因为清廷支持义和团 对这个基督教徒大规模的这个屠杀 围攻外交使馆 最后战败以后所付的赔款 就是说你惹是生非 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组成八国联军 讨伐义和团 打击这个中国式的恐怖主义 那时候有多恐怖呢 那时候清廷的规定 所有外国人都该杀 就是说呢,不管你是男女老是好 不管你是否军人 杀一洋人就给五十两赏银 杀一洋父给三十两赏银 杀一个洋孩,就是小孩子 你给他杀掉了,给十两赏银 这个恐怖程度呢 远远超过了ISIS 以及人类所知道的所有的中东的恐怖分子 也就是说呢,中国的恐怖分子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他连孩子都不放过 他有大量的赏金来鼓励全中国人民 去屠杀洋人的小孩子 也就是西方的小孩子 而且呢,是在没有正式宣战之前就这样进行了 所以呢,八国联军不得不开入北京 驻扎了一年多来讨伐这些恐怖分子 所以这是,其实呢,八国联军 1900年的八国联军征服北京呢 就是一场反恐战争 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然后呢,获得赔款是理所应当的 而美国人呢,用这个庚子赔款呢 办了清华大学 这个清华的含义有种种说法 但毫无疑问 第一呢,是来自大清国 第二呢,可能来自华夏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美国资助的是大清国领导的华夏 清华大学呢 以前实际上它的这个舞蹈团也好 它的这个军乐队也好 水平都是很高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感觉到清华的舞蹈水平 几乎就是跟中国的专业 最专业的这个什么东方舞蹈团呀 什么这个总政什么歌舞团呀 之类的不相上下 而且呢 它的这个军乐队呢 水平也是非常的高 据说有些清华的那个乐队的乐手 在毕业以后 直接就可以进入中国第一流的 这个军乐团 或者交响乐团 以前呢 清华的那个舞蹈呢 也相当有水准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在清华那个 有一次毕业晚会上看到我们戏 不是我们戏 好像是化工戏的一次那个毕业演出 有个女生呢 平时经常跟我们在一起 就站在我们旁边吃饭 她跳的那些印度舞 让我们大开眼界 但是现在呢 这一次清华的这个燕舞呢 很多人都以为呢 是这个天上人间的这个欢迎表演 很多人都从网络上 大概以前看到过这个东莞小姐的演出 就是妖艳 淫荡 就是想方设法 让客人这个掏钱 来来来包他们 包养他们 或者说呢 来点他们 因为身上 每个人身上都带一块牌子 以便客人来点菜 但是清华呢 现在的这个燕舞呢 我看了 我看了几遍 因为网络上充斥了这些舞蹈 那些清华的那些女生 那个整个的身体姿态 都是摆出一副 非常淫荡的诱惑的姿态 似乎呢 就象征着习近平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或者说呢 一种共产主义 共产共期的 那种淫荡的精神 所以很多人都说呢 这个清华大学呢 正是传说中的新妓院 因为以前人们 就很多人指出 中国的大学呢 就像妓院一样 而且武汉大学 北京大学 都有专家指出呢 大概十分之一的女生呢 是经常的为中共上层领导服务 这个都是十几年前的消息了 现在看来呢 中国的这个大学呢 是开始越来越多的 为中共的这个 有权有势的人提供服务 因为大学女生的服务呢 比起东莞小姐的服务呢 应该说是至少呢 好像档次要高一点 所以说人们认为呢 这个天上人间并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转到清华 转到北大身上而已 至于这样的舞蹈 为什么呢 除龙呢 显示了中国这个大学的审美观念 成了问题 就是说呢 他为什么要以这种腰野 要以这种淫荡来 就是你看那个女演员的 那个举手投足 处处都是充满了淫荡的这种气味 这是很令人正经的 我作为一个清华校友 我是感到非常非常正经的 也许有人会说 美国不是也有啦啦队吗 美国甚至还有大腿舞 的确像纽约的那个 有一个火箭队 它是每年圣诞节上演这个大腿舞 然后呢 举世分明 还有美国的这个啦啦队 也都是裸露大腿跳舞 似乎呢 身体的暴露呢 比这个清华的 这个学生舞蹈队还要多 但是它那是截然不同的 两种精神风貌 因为美国啦啦队呢 实际上也表现的是一种青春活力 我不光从电视上 电影上看到过很多次 我还曾经在前年的时候 到那个体育场去近距离的观 观赏过这个啦啦队的演出 那真是周期蓬勃 就是看了以后呢 让你感到震奋 它充满了一种美 它就有点像这个古希腊 古罗马的那种雕塑 或者那种人文精神 那种就是说呢 显示了人类的那种追求 精神追求 追求美 追求崇高 就是说一点让你感觉到 不淫荡 没有一点下流之气 但是清华的这个舞蹈队的演出呢 恰恰相反 它透露出的一种 冲头自尾的一种淫荡气息 这个呢实际上 也就是中国呢 一种新的所谓的 这个传统文化回归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艳舞 根据这个对南方多地的报道 已经纷纷地学习 台湾本土的一种分歧 也就是无论婚伤 都喜欢跳这个艳舞 都喜欢请一些 淫荡的女人 或者是一些小姐们 来表演什么钢管舞 或者类似于清华舞蹈队的 这种艳舞 这就是中国人最重视的 这个婚礼葬礼 因为婚礼葬礼呢 以前呢就是 儒家的这个儒子的来源呢 就是办葬礼 实际上他们就是 一些的葬礼的承包人 现在呢把这个葬礼推 就是说呢 推到一种这个 艳舞的这种水平 的确是令人叹为观止 据他们自己说呢 说这是为了体现 对这个仙人的尊敬 因为呢 中国人的梦想呢 就是妻妾成群 所以呢 在葬礼上呢 要给他弄一些 大量的美女 来显示呢 终于满足了你的愿望 让你妻妾成群了 对这个仙人的尊敬